本地安全授权 本地安全授权就是说你如果登录成功了的话就给你授权了是吧 然后就看你这个密码给你消责一下是吧 然后这个第五就是Netlogan Netlogan这个我们有的比较多是吧 我们俩该是IP啊那是Config啊是吧 Config-Hour啊是吧 不就是那个要IP地址吗是吧 联网了是吧 这个联网的话呢 是这个Windows B-Joyce 是吧 这Loglogan它就有这个意义了啊 微软是这么公布的 它是服务为预控制器注册所有的SRV资源进入的一种程序 好 这个它是服务为预控制器的啊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网络啊 你的登录的时候 你这个它有一个预控制 哪个预的话呢就可以访问你 你不能访问是吧 因为要预 它是安全里面的一个一个安全区是吧 这个安全区那个安全区是吧 包括预它的那个权限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Windows登录的过程中间里有七个步骤啊 好 第一个就是按下这个键嘛 这个组合键 就开始 可以登录 这个是一个建立的一个口信的这个 进录是吧 别人黑客来的时候就是 木码都不能够 在这个时候 把你这个登录的界面给它截取啊 对吧 要是这个登录的过程中间 别人让你把密码说 你这边也知道密码了 那不就花钱了 对吧 好 这个Windows登录的时候呢 你按下这个上面这个键以后呢 SLS键 上面Ctrl DL键以后呢 调用的GNA 就是图形化 以便用户输账号密码 好 这个时候呢 就让你输账号密码 给你个键 你两个框 当用户输账号密码也确定以后呢 这个GNA 就把这个信息发送给LSA 先验证 就是把这个信息开始发送给LSA 看你是不是有这个 嗯 用户输账号密码 对不对 好 这个SSA 登录到本机项下面的 SSA 调用这个 MSV1-0.dll 这个验证实际包 那么将用户处理以后 生成这个密码 从SAM 那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SAM里面呢 存在的是什么 是一个密码 就是这个口令呢 它不是以明文的形式 存在这个SAM里面 它是一种 生成是个密码 它不是说 你存在一个口令 在里面就是一个 马上的口令放在里面 它生成一个密码 它生成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的话呢 和你这个外面出来的 口令的密码 口令的密码 要对上 对上以后呢 就是明日口令的密码 这一点的话呢 就比我们 我们在那个 编程的时候 就要高密一点 是吧 你们用密码的时候 是不是就直接比 是吧 你们有没有想过 生成密码再比 没有是吧 你们绝对想过 用密码再比 但是它系统 它们编程 它们说 我应该生成密码 是吧 转化以后 再进行比较 是吧 转化以后的性能比较 这样给一个好处 也就不会出现什么 那个 你要是说 口令 我们两个单引号 然后 这个SKOL 注入攻击的话呢 就攻击不了了 是吧 你现在密码的时候 肯定跟这个不对了 是吧 因为你两个 生肠的东西都不一样 是吧 你肯定不对了 你就不会直接去跟它比了 不会去明上跟它比了 是吧 是吧 如果对比以后 发现用户有效 SAM 会将用户的SID 这个ID 是按网络安全 这个图案件标志 像是另一样的 用户所属的 这个用户的SID 和其他一些相关信息 发送给LSA 好 这个LSA的话 就是这个 被授权了 对吧 有效 我就把这个相关东西 就发给了这个 LSA SLSA 将收到这个SID 这个信息的话 创建安全访问令牌 然后将令牌的聚名 和登陆信息 发送给 LSA 这个SID 这个安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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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重要 还不获得安心标志的话 它就攻击不了 是吧 它怎样子 让这个机器 给它安心标志 是这样子 好 Window.com 用户登陆 稍作处理后 完成整个登陆过程 好 登陆到域 登陆到域 不一样 登陆到域的话 是整个一个域了 域安全了 好 这个域的话 也是首先 按下这个Ctrl-Alt-DL键 然后Window.com 检测到用户 按下这个SAS键 就调用这个GNA 以便用户输入账号密码 前面是一样的 用户选择 所要登陆的域 和填写账号 与密码 那么确定后 GNA将用户输入信息 发送给 LSA进行验证 LSA将请求 发送给 Keyboards 并将密码存在 证数环充区中 它就不一样 这个时候 登陆到域的时候 它不是发送 它是发送给 Keyboards 这个一个 邮件提供报 通过 闪电 Hash上网 我们这个也是根据 Hash上网 甚至密码也是 Hash上网 根据用户信息 申请密码 并将密码存在 正数环充区中 然后它验证了 是吧 当用户试图 访问资源师 客户系统使用 TDT 从预控器器上的 Keyboards TDF 请求服务票据 Keyboards requirements 然后将 TDF 将服务票据 发送给客户 该服务票据 使用服务器的密钥 进行加密的 同时 SID 这个安全标识 得给 Keyboards 服务 从DT 服务到所有的 Keyboards 服务包 所含着 子序列 那么就是说 它这个 服务到预控制 的话呢 它是通过 Keyboards 这个东西 来完成的 好 客户将票据 直接提交到 需要访问的 服务上面 通过服务票据 能够证明 用户的标识 和针对 该服务的权限 以便服务 对应用户的 一个标识 那么 看到这边 郁控制的话呢 它采用票据的 这种 票据这种 这种格式 因为它的口令 我们它就是 一个口令 但在郁里面 它采用这种 票据传票 票据人的发票 是吧 它用票据这种 这种形式 来进行这种 它的对备 是吧 因为单击 这个口令完了 就是一票 它这个里面 因为是郁 它是多 这种票据的这种方式 这个安全标识 SID 是安全性 上面标识一个 注册用户唯一的 一个名字 就是SID 它可以标识一个用户 或者是一组用户 它可以标识一个用户 它和UNIX的用户标识 好相同 安全标识是用于 内部 在存取令牌 和这个访问 控制列表中间的使用 安全标识 是非常非常担心 但是应该这样的 那些小 WAY 它把描述了 如果在标识 都可以标识 这个安全标识 是有少多 那么 我们也看到 他在标识上 这个团性 这是一个安全标识 那么这个安全标识符 这个安全标识符代表着永长 当然这个计算机的话 你要是进入预控制的话 你要是没有这个安全标识符 你就进不去是吧 为什么呢 你要是别的网登陆到一个计算机网 你要没有获得安全标识符的话 你也就进不来 这个安全标识符的话是用来 它是唯一标识安全主体和安全组 上面就是一个安全标识符 SID Computer 你用户也有个SID Groups也有个SID SID在主体账户和安全组创建时生成 SID的创建整合 作用范围的依赖于账户类型 另外我们讲的3.1.2 身份认证 这个身份认证是为了某些 受予许可权限的这个权威机构 满意而提供用户的这个身份认证 进行验证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现在身份认证最简单的就是用户名和口令 但是用户名和口令的话 有个致命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用多了以后 你用户名和口令你都不记得了 是吧 那么用户识别就是进行鉴别 那指纹是一种用被接受的 用于唯一识别一个人的方法 另外就是手印 手印就是那种用于读个整个手 而不是手指的一个特征的一个东西 这个手印呢现在也用少了 好 声音图像对每个来说也是各种相同的 因为这个声音 每个人的声音还是不同的 另外一个是笔记或者签名 那不仅包括字母和符号的主要方式 也包括签名时某些不会用力的大小 或者技术执笔的时间长长 和比移动症的停症等细微差别 而这个笔记 笔记的判断身份证也是公安破案里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另外一个就是视网膜的扫描 是用红外线检查人眼各都相同的血管图像 视网膜的话 扫描也是作为一个身份证的一个东西 好 身份证证的话呢 是用户指导的 是进行 还有用所知道的事进行间别 这个是这样的 你比方说你要赶紧的考虑的话 或者赶紧的订单的话 那个服务员 除了要你说出这个 你的名字以外 还有它要报什么什么 身份证号 是吧 有的呢 还要你报告什么 最近发生的三笔交易 是吧 才能证明这个账号是你的 是吧 有时候怕盗用嘛 是吧 最近你三笔交易 就是说 最近所知道的事进行间别 这个东西比较好 好 然后呢 后面就是说 口令就是那种 但是口令容易被偷到 于是人们发出一种 一致性口令机制 这一致性口令就是像我们说什么 这台口令牌 或者是什么 手机短信的那种 临时的密码 是吧 给你发生一个临时口令 用一次就没了 是吧 第二次就没了 这种比较好 对吧 你再用手机号 是吧 还有使用用户拥有的物品进行间别 那比如说智能卡 就是一些一种根据用户拥有的物品进行间别的手法 一些认证系统的组合以上的机制加智能卡 要求用户拥有份的身份证号 这种规范的配接 或者拥有物品 智能卡 智晓类的两种机制 例如台湾大学实验室这种认证系统 自动取款机的ATM 好 那么这个是一种物品 来进行这种身份认证 系统口令 好 那么这个 怎样选择一个安全的口令 生日啦 你的座机啦 你单位地址啦 柱子啦 本台号啦 是吧 等等啊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啊 口令呢 也破解了你一句 当然 有些人就说 你随机的这种东西 就把破解了吧 越随机就把破解 越是给你一场关键 破解 是吧 那它破解完以后 它有个什么 它有个装酷攻击 那这一点是很一样的 它破解你一个口令 恰有样是吧 是什么 它装酷攻击 这下子破的口令呢 都差不多 所以它破解一个呢 就破解大片 是吧 好 那我们选择口令的时候呢 最底下的口令是 本是用户的用户 但黑客很难猜测或破解 建立口令是 追选一下选择 你要选择长的口令 你肯定不会选择一个字母 是吧 一个数字 现在要求我们八位 是吧 这些口令越长 黑客盘上盖率越低 是吧 好 因为你盘上你这个 就长是吧 最好的口令呢 是包括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 没有说中文 你们说一口令没有说中文的吧 没有啊 因为软件不致辞 所以说我说中文 没有 英文字母和数字还有一些符号 不是吧 还有一些符号 以前我们书的那个口令啊 你看着看不到 比如说你按着 奥特键输入二五六 那是什么字符啊 不知道 奥特键 一二三 什么字符啊 不知道 你这么数字都可能绝对 对 不过你这个数字口令 你拿钱不去付钱了 因为就是没有奥特键 是吧 就是只有数字 你在你这个 计算机里面 你也不会这么数 是吧 油耗载和计算机 它不识别 是吧 所以好像没这么数的 好 但是呢 系统口令里面 不要使用英语单词 不要使用相说的口令方 人都喜欢 这个东西的 大家都喜欢使用相说的口令方 不要使用名字 自己名字 家人的名字 和宠物的名字 就是不要使用这些名字 然后别选择地乎数的口令 这些话 使用安全程序 所以来检测口令的安定性 比方有点快 它都摸着 它说 再检测一下 是不是安全的 好 这个口令是明周期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应该定期更改自己的口令 第一个月换一次 它要求是要一个月换一次 如果口令丢失一起安全 或者经常一般的口令 可以帮助经常损失 比如两个星期更换 这口令终于一直保有 口令的损失要小 好 管理也认为口令设置生命期 当核招集合系统 会强制性 会分改性 明白 好 那么口令的这个生命期 用动 它分开 口令有效这样的周数 还有最小的周数 口令分改的时间 尽量的时间 口令被设置生命期 一直定义到口令 设置生命期 口令到起来这样的周数 两周 二代表十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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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代表多少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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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一下口令 这实际上是一个习惯 是吧 真的是好习惯 这口令经常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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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 Windows有个口令 是吧 还有Windows口令里面呢 有一个是供来宾 就让你保证内心户 用户不能改密码 是吧 密码也不过期 那是Guest Guest一般是吧 来宾客户 这个客户的距离比较低 所以它是不能改密码 是吧 它密码也不过期 一般就设置一个 好 那么口令的话呢 不要只要口令告诉别人 这个大家一般都不分 是吧 除非自己亲近的人 是爸妈妈是吧 或者是 告诉别人是吧 不要 也不要只要共享有口令 不要把它记在本子上 和记在你周围 那你记哪个呢 就说了 口令不要记在本子上面 也不要 放在计算机周围 好 不要用系统指定的口令 低指定的系统 或者系统口令 不要也用系统 给用户的口令 这个时候我们 我们大部分同学的一般来说 就是吧 重要东西的时候 会 改是吧 但有些不重要的东西 只有用户的口令 是吧 就用户的口令 好 最好不要用电子邮件 常存口令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最好这个电子邮件 是 加密处理 这个时候呢 这个电子邮件的口令 也是一个计算奖 是吧 但是呢 你一般的话呢 因为 常用口令的话 大家一般 都缴定心理 但是传口令 是吧 一般这个邮件传 是吧 然后 招呼不用的话 是加其他品 啊 然后 考虑的维护啊 要限制用户登录时间 限制登录次数 还有最后登录 要记录下来 考虑的维护的话呢 使用特殊用户呢 要可以使用商品成为 这个超级用户 这个超级用户 一般要关闭 所有口令可以使用 运行运行帐号 直接使用 运行帐号 删除这张号 和文件 确保这些东西呢 没有任何这个作业啊 还有个后 XP光盘呢 可以破掉台机密码 这个就是说 你有个光盘呢 可以把那个台机密码 给它破掉 好 我们讲这个 访问控制内容 8.4.1 叫自主访问控制 自主访问控制 也叫选择性访问控制 在这种访问控制中呢 客体的属性 可以自主 决定哪个用户 能够访问它的主体 一个用户 或者是进程的话 也可以有选择的 与其他用户 共享它的文件 由客体的属主 控制对该客体 访问权的转售 是自主访问控制的 最主要的特征 自主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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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一种 选择性的访问控制 这个访问控制 这个访问控制的话 客体它能够选择 是哪个用户 能够访问它 哪个用户 可以有选择的 以下用户 共享它的文件 有客体的属主 对客访问权的转售 就是说我这个 我这个文件 谁可以访问我 哪个用户 可以访问我 不太定了 自主访问控制 被类似于 许多操作系统中 是任何安全措施的 一个重要部分 文件拥有者 可以受予一个用户 或是基础用户防控制 自主防控制 在网络中 存在着广泛的应用 好 那么在这个程序里面 就是选择的是一个 自主防控制 在这个Orico里面 我们创建了一个 用户的一个权限 比如在这个 增端的 其中 在ProPlus 存在用户里面 密码也划来我们 这个用户名 对吧 CREATE US USER SA ADITIFIED BY NEVELOP 这是创建一个应用户 还有考虑是那个 NEVELOP 那么我们当时授权这个 我们授权这个 我们授权的Grant CREATE SESSION 可以创建 CREATE TABLE 创建一个表 给他写 给他用户 创建一个screen 创建一个师徒 给他用户 那么这个就是说 给这个用户 付有这些权限 以后来 拿回来 这些有这些 这些部分 这些是Grant 那么这个文件用户 收益这个 房子权限 Grant 收权 这就是一个 自助房子控制 那么我们 我们有时候要 要编程的时候 就是什么 对这个用户 要什么 进行这个自助房子控制 一块 整种方式进行 进行做 那么在网上使用自助房子控制 里考虑一下几点 用户可以访问 什么程序和服务 用户可以访问 什么文件 谁可以创建 读物或者删除 某个特定的文件 谁是管理员和 超级用户 谁可以创建和删除 管理员 用户属于什么组 以下话的权利 是什么 当时用某个文件 和摩托式的 用户属于哪些权利 这就是当时 自助房子控制的东西 Windows提供两种 自助房子控制方法 来帮助 控制某人 在系统中 可以说什么 一个是指 安全级别的指令 这种是摩托文件的安全 比方说 这个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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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权利是比较大的 然后 扶导员 就有共享和停止 共享资源 锁之后 解锁服务器 合适化 服务器金盘 登陆到服务器 以及备份和恢复 服务的一个权利 还有打印机 操作员 具有共享和平止 共用打印的这个 机的评计方 这也是打印机操作员 跟共享的平均 备份操作员 具有备份和恢复服务器 从供资台 能够到服务器 或者关掉服务器的这个权利 还有账户操作员 具有生成取消和修改用户 全局组 不能修改管理员组 或者是服务 企专业的权利 用户组呢 可以执行这个 授予他们的权利 访问 授予他们 访问权的这个资源 访问者组 竟可以执行一些 有需要的权利 所能访问的资源 也很有限 制作访问控制呢 不同于强制访问控制 我们看看这个 制作访问控制 是把这个东西呢 是自己来定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访问 如果他还自己受权的定 制作访控制 还懂就是这个 强制访问控制 这个强制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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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mediatory access to 这个强制访问控制 这个强制访问控制 是强加给访问主体 就是必须这么做 没有什么选择余力 这种选择访问控制 就是你还可以选择一下 比如说给你读个表 给你创建一个表 给你创建一个表 是吧 不给你 是吧 那么这个强制访问控制 是强加给访问主体的 所以系统强制访问 从法文控制 对系统强制主体 服从法文控制 这个政策 这个强制法文控制 主要特别是对 所有主体 以及所控制的课题 例如进程文件 断设备 实施强制访问控制 为这些主体与课题的设定敏感标记 这些标记是等级分类和非等级类型的组织 它们是实施强制访问控制的依据 系统通过比较主体和课题的敏感标记 来决定一个主体是否能够访问某个课题 用户的程序不能改变它自己及任何其他课题的敏感标记 从而系统可以帮助托罗伊木马的攻击 好 它们这个强制访问控制 它是为了安全作用而起的 它这些标记是有等级的 这些标记它是有一个等级分类 不同的等级的话它这个强制访问的这个内容呢 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这个托罗伊木马的话它有攻击说 它会利用这个这个特点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用户不能够改变这个敏感标记 那么这个托罗伊木马就不销了是吧 你改了以后呢你这个就能访问了那就不是它下了吗 所以它这个叫做是不能改 这些标记你要是改了的话 容易改的话那就这些就变成了一个可变得一些是吧 用户肯定是不能改变它自己和其他自己的标记 是吧 你比方说你你就是一个普通用户 你就不能够访问超级用户很明显 你要是超级用户的话 你就可以访问超级用户很明显 但是托罗伊木马的话 它这两个地方它将把这里用户变成超级用户 那就可以获得整个将写的控制权是吧 获得整个控制权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户变成什么 变成漏极了 变成漏极了是吧 所以这个强制防控控制呢就把这些东西的 让你的这些东西不能改 不能改以后呢反而就可以更好都不能改 这个好就可以防止这个入侵 那么强制防控制呢一般与制度防控制结合使用 并且实施一些附加的更强的防控制 一个主体的这个通过制度 与强制性防控制限制检查后才能防控制够提 因为可以利用制度防控制来防卖 其他用户被自己扣的攻击 由于用户不能够直接改变强制防控制属性 所以强制防控制提供了一个不可逾越的更强的安全防控制 以防止其他用户偶然和故意的滥用制度防控制 好这就是那个强制防控制 强制防控制以这个制度防控制一结合以后呢 它有个地方就陷着跟它死了 这样的话呢能够保护这个骨科体呢不被受到攻击 是吧 还有一种就是基于角色的防控制 这个来用的稍微多一些啊 基于角色的防控制 是实施面向企业安全策略的一种有效的防控制 其基本实际上是对系统操作的各种权限 不是直接社会举行的用户 而是在用户集合与权限之间建立一个角色集合 每种角色对应一组相应的权限 一旦用户被分配了上角色后来 看用户机拥有了 使角色所有的权限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不可以在每次创建用户时 都进行分配权限的操作 只要分配用户相应的角色即可 而且角色的权限呢 编更 比用户的权限编更呢 要少多 这样将简化用户的权限管 减少性能的开销 那你要是附与一个角色的话 然后就直接 给它附与这个用户一个角色 比方说SA 比方说这样是一个角色的话 直接附给另外一个用户 是吧 那个用户就具有了所有的 所以是 就是 键表啊 查询啊 可以看啊 是吧 可以看表 是吧 你要是不见的话 你每个都得敲 是吧 每个都有护子 就很麻烦 是吧 这就是这个 控制 啊